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草埋草埋一大堆 我就在想可以做些什么去减减 所以我决定自己设计一个背图 你果然学到东西 即由日常生活之中的小习惯之中 加入环保的小举动 这是我们最鼓励的一件事 首先要想一下 要用什么条件去配合你这个产品 条件要隔热 不要拿着手 如果买冷的话就要防水 而且它也有一定重量 所以也要稳定成重 不如试想一下 会不会它要很轻 方便携带 甚至可以调教大小 还有一个东西我想也很重要 很多人是外贸协会会长 所以它的样子看不漂亮 应该是你挺关注的 至于材料方面 你可以试想一下会不会用到一些 例如已经不再穿 但又不适合捐的一些旧衣服 配合你所说的一些特性 例如用一些有衣服 有扭有扣的旧衣服 还有吸水的话 可以用一些运动物料的棉质衣服 不如这样吧 其实刚才你提到想调教大小 除了你用吸水能力的布是重要之外 可以考虑一些用一些弹性的物料 或者它里面有橡筋 以至到可能里面有扭扣 可以做到装饰之余 可以帮你扶索杯 或者可以用扣针等等 方便它调教大小 开盒之余可以扣索一些 还有如果是这样 譬如你用牛仔布 它因为质地会比较厚 可以成到重 所以装一些重的杯子 可能会更加合适 又或者你可以加入魔术贴 也可以帮忙做一个比较合格的尺寸 去配合杯子 有弹性的橡筋 就可能在衣服里面可以看到 例如也可以试试这样的仰黄 现在这个外带的套也很简单 我们其实只要这样做 哇 你什么时候准备啊 Terence哥哥 其实大朋友小朋友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发挥一点点D.I.I.的创意 放一些艺术的元素进去 这样就可以身体力行做源头减肺 就可以做到这个 可以重用无限次的一个 环保外带杯图 嗯 好 就让我努力点 存多些日常生活的一些物资 然后再将它发挥创意循环再造 相信有一天我会成为这个世界知名的 环保再造艺术家 黄带杯 马菇 就跟征獰 oleh因为 我说 这 Cats the 献 中 RH if